介绍情况 在制定方案的时候 专家们就预计到了 会面临一定的风险 但是受沉船江底的地质 和水流的影响 穿淫吊锁钢绳的困难 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 这也是扶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针对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风险 共有50位潜水员 分成三组彻夜不停 他们非常辛苦 在完成了前期的密集搜救工作之后 没有休息 直接投入到穿淫吊锁的作业当中 体力都到了极限 其实下一步 重点是做好东伦的抽水 祈福整体打牢 以及寻找遇难者遗体 等等后续工作 同时呢 我们会密切关注沉船游污泄露的情况 已经调集并布放了西油毯等清油的设备 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油污 及时做好 可能出现的油污的清除工作 下面请马兴大笑 接下来请